字幕提供 真的要去看字的時候 應該是大一點 譬如說最小的小朋友是怎樣 我們可能會叫他們去畫畫 星星和波浪的測試 其實是一個在外國發展的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德國的時候 作為心理學裏面的投射機測試 看到心理的狀況 你看這張紙是有一個框 這個框是A5尺寸的 就是畫星星和波浪 譬如說有些小朋友很小的 可能兩三歲 我不知道什麼是波浪 我們可能會放一些照片 我們沒有限制畫些什麼 以及怎樣在這個框框裏 去表達星星和波浪 所以有時候我們見到 有些小朋友可能 除了星星和波浪 畫太悶了 我畫一些其他東西 其實都是可以的 怎麼看呢 其實這一篇的東西 星星和波浪是兩件事 如果我們想想海 可能平面 好天的時候 然後無端端 可能有風的時候 它會起浪 其實這個等同人的一個情緒 是在的 尤其是這個波浪那一部分 高度有多高 就是小朋友 懂不懂得表達自己的情緒 或是其實我按住 我不知道是怎樣的 波浪其實都是很整齊 情感的表達是有條理 雖然那個漸的比例不是很高 這個情感很闊很高 再看它的波浪都亂了 我們看到這樣 好像有一些問題 這是六歲的小朋友 他父母是假裝離婚手續 他真的有一些情緒 但他不懂得處理 於是他在這裏 好像發洩一樣 而星星在天上 是一些很理解的 甚至乎反應 一個人的理想 你看他畫多少星星 和星星有多高 就是他想法的模式 所以我們會覺得 星星會寫得比較高的小朋友 他會想的東西會遠一點 你看到一點點是星來的 我們看上天 因為很遠的 是一點一點的 其實星星是很多的 那個部分 去想的東西很快就已經很遠 智商是很高的 先看看星星 星星其實有很多種模式 挺有想頭 還有各個觸覺是挺強的 所以他可以多角度去想一件事 即是想法的模式很大 只不過他還未處理到他的情感 我們幾項要留意的 第一就是這兩個比例 究竟小朋友 懂不懂得處理他的情緒 懂不懂得表達 還有有多少空白 空白他可能要慢慢感受 即是看年紀有多大 無論他怎樣畫一個波浪 或者怎樣畫一個星星 就算家長看完都覺得不像的話 都有他 因為這是他的表達方式